玄规三黑帮过十号多少忙 十号又回报了他多少 在风神一战开启之时 上界道统为了掠夺下界的资源 从而派遣众多使者下界 而玄规三黑正是其中之一 玄规三黑虽然有着远超普通尊者的实力 但他却不敌有着天生神力的十号 最终被十号说为小弟 那么玄规三黑帮过十号多少忙 十号又回报了他多少 一 帮助十号是吃闪电果 在十号等人骑着三黑前往西灵界寻仇之时 三黑凭借着敏锐的嗅觉感知到了闪电术的存在 虽说西灵界之中处处都是规则与能量 但也有部分物质 因此 闪电术的闪电果能够进行吞噬 传说闪电果乃是一种极为罕见的奇药 一旦吞噬下去便可以发出闪电 若是运气足够幸运 甚至可以从中掌握到雷霆法则 只是这闪电果虽然无比珍贵 但它却是一个半能量体 即便是玄规将其拿在手中都差点将它垫无了 因此 众人想要获得这份造化 也不敢贸然服用闪电果 为了让十号等人放心 三黑自告奋勇帮助他们试吃闪电果 一小块闪电果肉再进入到三黑的口中后 这块果肉便立马化为了一道闪电 这道闪电将三黑屁的连连惨叫 嘴里都冒着黑烟 待到三黑从地上爬起时 众人才发现他的脸肿长得像个猪头一样 而且嘴里还焦黑一片 就连牙齿都差点松落下来 不过好在没有性命之忧 见此情形 十号便果断服用闪电果 将自己的雷霆宝树提升了一大截 也正是凭借着强横的雷霆宝树 十号击败了西陵兽山的三大首领 二 帮助十号取得万灵图残骨 在十号等人击败西陵兽山的三大首领以后 他们便朝着西陵兽山的深处进行探索 在西陵兽山的深处有着一座祭坛 祭坛之上摆满了骨 其中便包括了万灵图最后一块残骨 只是在这祭坛的最上层摆放着一颗头骨 一颗带血的眼球 以及一块黄金手骨 这些残骨看起来相当不凡 就连十号也不敢轻举妄动 为了自己的安全起见 十号将玄规当作盾牌 小心翼翼地靠近祭坛 最终在朱雁宝树的帮助下 如愿得到万灵图的最后一块残骨 只是在十号拿到残骨以后 三块先王骨便对十号起了杀心 为了能够活着出去 十号再次将玄规当作盾牌使用 可即便如此二人还是身受重伤 好在最后万灵图大显神威 这才将挡下了先王骨的进攻 三帮助十号守护十村 虽说三黑曾与十号在西灵界之中患难一共 但是在七神下界击杀十号之时 三黑却因害怕而逃离了十村离开了十号 带到三黑与十号再次见面之时 十号已经乃是顿一径巅峰的强大修士了 为了能够跟着十号沾点光 三黑不顾昔日抛下十号之时 死皮赖脸的再次跟在十号身边 为了取得十号的信任 三黑甚至主动承担起守护十村的责任 十号见其真心回头 也是将他留在了十村 后来末法时代降临 所有修士的寿命都大幅缩短 即便三黑是寿命极长的玄规 也依然无法摆脱这天地间的规则 十号见其在过去的岁月里还算忠心 于是便耗费真仙宝雪 为其续命 只可惜三黑最终 还是未能达到至尊境界 活出第二世 为了延长三黑的寿源 只好截断天地本源 将三黑封印在十村之中